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把企业面临的税费分成两类 一类是跟社会保障相关的 另一类是其他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企业 所面临的税费的负担 它分别来自哪 刚才我们说总的税费是利润的68% 其中48%是各项的社保缴费 剩下来的20%才是我们的其他的税收 我就不和很多国家相比了 我只挑一个国家 德国 德国的税负呢 总的税负是49% 社保缴费占这个的比重呢 是21% 而其他的税呢是28% 其实我可以列出很多很多的国家 基本上得出来的结论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的税费负担中 比较重的那一块是社保缴费 而不是我们日常里面说 通常说的那些税 那么 如果按照刚才的分析 我们为了改善我们的投资结构 要降低企业的成本 而为了降低企业成本 其中一个我们比较突出的成本是税费 而税费中又是社保缴费比较重 那么我们就需要降低社保缴费率 那么社保缴费里面哪一块是大头呢 那么我们大概看一下 我们主要是职工社会保障 这个缴费是比较多的 而职工社会保障里面呢 又分的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还有另外三项险 就是五险 还有一金 那我们就看这个五险 其中基本的养老保险 企业交工资的百分之 工人工资的百分之二十 个人交百分之八 然后医疗百分之六和百分之二等等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养老保险站着是大头 那么养老保险的缴费 加起来大概 如果说我们要做一个比较 要给我们一个直观的感受 它有多大 下面这个数字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们很多人很关心 个人所得税 我们的减税 每年开人大的时候 很多人大代表都会提 要降低个人所得税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 比较一下养老保险的缴费 和个人所得税 2017年全国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 是所有人的 个人所得税的总和的2.8倍 这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 尽管它不叫税 但是是一个对我们影响更大的一个税费 那么根据刚才的这些推论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要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 要提升我们经济的效率 降低养老保险的缴费率 是应该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